Toyota Innova现身泰国试驾 下一站可能是大马市场 预计售价从RM15万起 大家好 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在还没看影片之前 记得帮忙按赞 订阅与分享 丰田 Innova早在去年就已在印尼市场上市 近日还拍到这款车正在泰国进行试车 预计最快将于今年第二季度在本地发布 之后可能就轮到马来西亚市场了 我国会采用CKD出售 所以你可以期待价格上的惊喜 我们预计它的价格在15万令吉 17万令吉左右 近日 泰国媒体拍到一辆贴满迷彩贴纸的新车 现身泰国街头进行测试 从外观上看 是早前在邻国印尼首发的全新一代Innova 根据他们的消息 预计这款车将在今年第二季度 4到6月在当地发布 MOL Toyota已经在活动中 暗示他们会在今年推出和销售第二款 Highball混动车款在我国 所以我相信泰国之后 很快就轮到马来西亚市场了 外观方面 这款车延续了大气的设计风格 巨大的水箱护照 犀利的前大灯和夸张的保险杠 净收眼底 同时在前唇 轮拱和侧群上都能看到它的身影 黑色防刮饰调 车尾设计比较内敛 两侧尾灯组 中间镀铬饰调 另外 由于是基于TNGAC平台打造 所以和日本的VACC NoA同平台 所以如果与未来在马来西亚的 间接竞争对手 Nissan Cv那相比 无论是空间还是舒适性 都有于上一代 内饰方面 这款车沿用了日系MPV的特点 集中控台前档位拉手的设计 其他配置如7英寸TFT一表 10英寸中央触摸屏主机等 MPV的亮点在于后排 毕竟买MPV的大多是家庭 他们会更加注重第二排的舒适度 它有一个全景天窗 一个10英寸的后排娱乐系统 第二排座椅除了CAPTC之外 还有腿拖 相信可以给你非常舒适的乘坐体验 第三排座椅的空间 表现似乎也相当不错 动力部分搭载了原厂著名的 Dynamic Force系列发动机 除了纯汽油版 还有Hybrid混动版 前者是2.0升自然吸气发动机 最大马力171马力 峰值扭矩205牛米 至于2.0升混合动力发动机 其综合输出功率达到了178马力 同时相信会有更好的油耗表现 此外 印尼媒体还用它进行了 0到100公里每小时的加速测试 其中 2.0升自吸发动机 0到100公里每小时加速时间为10.8秒 而混动版则为9.3秒 在MPV中属于非常优秀的成绩 最后 这台车在印尼的售价为 411900万印尼顿 约12万2060令吉 至611100万印尼顿 约17万7992令吉 而且原厂已经暗示 会在大马销售 而且可能会以CKD为主 由本地组装销售 所以我们预计来马后 价格在15万令吉 至17万令吉左右 这个价格在市场上似乎还是比较有竞争力的 各位车友对于这款车有什么看法 请在留言区分享 最后 如果你喜欢这个影片 记得按赞 订阅 分享 我们下部影片再见